继马丁奴德在德国发动宗教改革以后 不断蔓延扩大至欧洲各地 其中改革历史上著名的池韻里和加尔文 亦在当时起来大力推动 欣语之声和大家一起来到瑞士 追索他们昔日的足迹和影响 请留意未来这一辑 《过月与双声道的欣语之声》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特辑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